民间大神将夏尔米玩到了极致 很恐怖的对景音乐 很圣人 好 防住之赫兰 说法还是不错的 这个人28级 投投的二线了 小团团投投的二线了 格斗加雷的话30级应该是二线顶 差不多一线出 好 继续吹 完美的牵制就是过不来啊 好恐怖的压制啊 过不去的哈 这个距离过不去的 哎 厉害 这个很明显就预判了哈 就是我先吹泡泡 然后我下溪已经在等你AB了 你这个时候过来的话就容易吃这个必杀 我也打过这种下面很恐怖啊 跟他打不了 你一AB他就知道了啊 然后就下溪打你 然后接雷光尘 完全无法晋升 很无奈想用葵花来突破 哎呀太强了吧啊 好咱们点个战机来看啊 确实有点强啊 很完美的牵制 依旧用牵贺 哎 开局我感觉牵贺应该打强压了呀 被他拉开距离 对继续逼他 好的这波能不能压得住 这二线的牵贺不应该被被牵制住啊 哎呀被拉开距离了 哎呦完了主动全没了 好真身过来拍倒 哎有点冲动啊有点冲动 在吹泡泡如果吹得好的话还是真的很强啊 这把其实千鹤已经打得很不错啊 不耐这个虾米更强啊 哎 好精准的预判啊 差点被中旋打中继续吹 滴滴打远点远吹落地再抓 大门跟他拼好像听不了啊 这个估计得让老K的大门来试一试了哈 看看老K怎么样 召唤雷电啊这个手势啊 别吃雷光拳啊啊雷光拳啊兄弟 这八神也是五强哈 这千鹤也是五强 对动看到没有 我感觉怎么要晕啊兄弟啊别动啊 哎太冲动了 过来 真的打晕了哈你看哎厉害厉害好 关注修修别走丢